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风水影响着生活的方方面面 家中的餐桌不仅仅是我们吃饭补充能量的重要区域 同时在风水上还是财运与浮运的入口 那么这里有哪些风水需要注意呢? 1.餐桌的摆放方向 1.餐桌摆放方向根据五行而定 2.餐桌的摆放方向也要根据户主的五行进行摆放 若餐桌的摆放位置和户主的五行不符 那也会影响到家人的运势和健康 2.餐桌放在餐厅正中央 入户门相对 3.餐桌可摆放在餐厅的正中间 然后家庭成员可以根据本命挂的即位入座 不过不要和厨房门或入户门相冲 因为厨房的油烟会比较多 这样会弥漫到餐桌的座位上 从而影响家人健康 要是与入户门相冲 就会使住宅元气外泄 因此摆放餐桌时就要特别注意 3.餐桌摆放在生气位置为宜 餐桌是餐厅中最为重要的家具 因此餐桌摆放方向会影响到餐桌的风水 所以一定要重视餐桌的摆放 一般生气的位置是最好的 所以可以将餐桌摆放在此位置 这样可以带动家庭财运横通 对家人的健康也有利 2.餐桌的摆放风水禁忌 1.餐桌既摆放在横梁之下 因为餐桌上方若有横梁 就像一把利剑夹在人的头顶上 会给处在下方的人造成一种无形的压力 长此以往 不但会严重损害家人的精神健康 还可能会导致家宅不宁 建议用天花板将横梁遮挡起来 并在餐厅内摆放吉祥物 能够有效地化解餐桌不良风水 2.餐桌既摆放在家中不利的方位 餐桌是一家人吃饭的地方 关系着家人的健康、运势等 因此餐桌已摆放在家中的吉位 而不能摆放在家中不利的方位 当然了 餐桌摆放方位的选择 可以参考房屋主人的命向 比如说 因命火象人 五行洗木火 洗方位正东 东南以及正南 3.餐桌不可被露冲 餐桌是一家人就餐的地方 因此需要保持温馨 舒服自然 这样才能开心地享受美味 但如果有露冲或尖角冲 餐桌 将可能会导致家人在就餐的时候 口角相加 对家庭和睦不利 若对冲多条路 犹如置身漩涡 更会造成极其不利的后果 需及时调整 4.餐桌不要靠卫生间摆放 餐桌摆放方向最好不要靠卫生间 但是可以靠厨房 若是整栋楼层装修 千万不要在餐桌上方设置卫生间 这样好运会被压制 因此餐桌的摆放也要远离卫生间 如果格局已定 那就要用一些装饰进行遮挡 5.餐桌既放置在西南方 在《风水卫月》上讲 西南方为飞星两黑管事 也就是疾病产生之处 所以餐桌的摆放位置 不能设在西南方 这样会影响家人的身体健康 特别是女性 3.哪些东西不能放在餐桌上 1.餐桌上别放刀具 为了方便 有些人会在餐桌上 放一些刀之类的削苹果 虽然很方便 但应该注意的是 这些刀很锋利 如果不小心就会出事 把尖锐物品摆放在餐桌上 不仅会增加很大的危险 而且会产生一种不良的气场 这很容易增加家庭矛盾 家人变得斤斤计较 伤害家人感情 破坏温暖和谐的气氛 所以像刀子这样锋利的东西 必须放好 不要放在餐桌上 2.餐桌上别放时钟 因为餐桌是一个温馨 休闲放松的地方 而时钟是一个紧凑 提醒人的东西 所以如果把时钟放在餐桌上 会增加人们吃饭时的紧张感 并感觉他一直在提醒和催促人 而进食本身需要仔细 细嚼慢咽 在这种情况下 人们不能安心吃饭 时钟具有时间的含义 把它摆放在餐桌上 是一个非常不明智的选择 这不仅会失去前来探望的朋友 还会减少家人的快乐 所以不要把时钟放在餐桌上 3.餐桌上别放仙人掌 许多人喜欢用植物 盆栽或鲜花来装饰餐桌 应该注意的是 不要把带刺的仙人掌放在桌子上 因为仙人掌非常坚韧挺拔 它是一种耐寒抗旱的植物 但餐厅是一个温馨和气的地方 仙人掌太刚烈火热 明显与餐厅的气场不符 不适合放在餐桌上 如果你把仙人掌放在餐桌上 很容易与家庭气场发生碰撞 使家庭中爆发矛盾和巨大的火气 4.餐桌中间摆件 摆件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可以说是无处不在 大家早已司空见惯 因为不论是餐厅还是在自己家里 都能见到小摆件的身影 摆件的类型也多种多样 许多家庭会选择简单大气的摆件 提升格调 下面一起来看看 餐桌中间摆件选什么好 餐桌摆件大致分为两类 一类是鲜花类 一种是工艺品摆件类 餐桌上可以摆放鲜花和盆栽 其中鲜花属于装饰品 美丽又芬芳 摆在餐桌上 能够显示出生机盎然的气氛 带给人美好的心情 还能增加生活的氛围 但是鲜花最好不要有异味 刺激浓烈的味道 不要脱粉 否则会影响摆放的效果 餐桌上可以摆放工艺品摆件 工艺品摆件的材质选择不一 以金属陶瓷、石料等作为材质 造型独特的也是各具特点 以生活中的可见或不可见的事物 作为原型进行创作 不同的工艺品摆件 还有不同的寓意 满足人们不同的要求和选择 或者也可以放以下物品 1.竹树 举其竹报平安之意 在乡间 人们都很喜欢在门前种植竹树 即使你不种植竹树 仍然可以用文竹或富贵竹代替 加上如果你用一个花瓶来摆放 就可以更加达至竹报平安的效果 2.禅除 旺财禅除与普通禅除的分别是 旺财禅除拥有三只脚 而不是四只 传说它本是妖精 后来改邪归正 四处土钱给人 所以后来被人们当作旺财、瑞寿 要注意的是 摆放禅除 头要向内 切不可向外 否则 禅除嘴巴里的钱都吐出屋外 不但不能催忘财运 反而可能会引致漏财 3.花瓶 去其花瓶的瓶子 与平安的瓶子同音 家中或公司 均适合摆放 在家中摆放花瓶 代表家人平安 在公司摆放花瓶 代表员工健康 但切记 不可将花瓶摆放在卧室里面 否则会变成 遭惹桃花的物品 4.锦礼金鱼 如果你想让家中更有生气 你可以饲养锦礼或金鱼 因为礼和金都是与人的财富有关 酒则有长长久久的含义 所以养鱼最好养九条 十九尾或二十九尾 总而言之 餐桌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风水至关重要 注重餐桌摆放的方位 桌上的装饰品等等 有利于风水的摆放 会让你福气满满 好运连连 风水越来越旺盛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参与陪您 聆听佛音 平息烦恼 安顿身心 如果您也喜欢本期内容 请给我点个赞 还可以在右下角点击订阅 或者分享给您的朋友 您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